合肥是我家,我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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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合肥,我爱他 6月11号,在安徽省合肥市包公园 来自康桥国际学校的15名萌娃 正在合唱歌曲《美丽合肥》 这是合台一家亲端午新联心系列活动之一 包公园是合肥市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当天下午,在晚台湾同胞通过唱歌,包粽子等活动 共度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 我们这些孩子,他们唱合肥是我的家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合肥生长 我们的孩子在这边读书,学习,成长 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层次来说 当然,合肥是我的家 那我们的孩子也是对于热爱合肥 各种的活动也是以我们合肥本地 在地化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一个学习成长 今年72岁的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朱荣志 在合肥生活了近10年 虽然已经退休,但是退而不休 平时除了四处讲课,还喜欢到各地游玩 安徽的黄山、九华山让他印象深刻 今天他与爱人一起体验包粽子 他告诉记者,两岸同根 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都很相似 这次是庆祝端午假节 我们在台湾一样的一个根一个圆 我们在台湾的民俗文化 不只包粽子,我们还有笼桌比赛 还有很多其他什么香包啊 还有这个艾草啊等等 都是一个样,一个习俗一个传统 台湾艺术家萧聚杰在安徽生活多年 他说,安徽人杰地灵,景色优美 徽文化历史悠久,很适合艺术家在此居住 台湾的很多教授也常常来安徽写生 包公在台湾家喻户晓 今天通过三观包公词和大家一起包粽子 让自己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他给从台湾来到河北的这些台湾人 给了一个非常好的温暖的感觉 那个是家的温暖的感觉 所以我想这样的活动是可以多多的举办 甚至可以多加入一些文化艺术的活动 因为它比较属于柔性的 而不是那么科本生硬的东西 因为看好安徽的发展前景 27岁的台湾创业青年达允旭 选择来河北投资创业 目前他正准备在河北落地养老项目 接下来也会陆续将自己在外地的企业 搬来安徽继续发展 未来计划在河北长期生活下去 我们都挺看好的河北的发展 包含安徽整个大环境的发展 我们都非常的看好 尤其是河北 它在短期的进步速度跟成长速度 是我们比较期待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